记者陈伟茨新北报道,陈姓女子在脸书孕妇交流,陪奶一起怀胎十个月粉丝团贴文称,听几乘车司机说板桥四围公园一个小孩被偷偷抱走,掉行车记录,有看到小孩被两个阿姨抱走,引起地方妈妈一阵恐慌,但警方事后查出,过程,人物都是臣女捏造的, 新北地院榜桥简易亭金一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,裁罚陈女三千元,可抗告,今年6月11日下午一时许,陈女在脸书粉丝团孕妇交流,陪奶一起怀胎十个月,B.O.文,真的太恐怖了,刚刚带小孩来回诊, 计程车司机说今天早上在板桥四围公园一个小孩被偷偷抱走,妈妈哭住跑来问计程车司机,有没有看到他小孩,他们调行车记录,有看到小孩被两个阿姨抱走,衣服还被换掉了,还好有拍到车牌, 计程车司机赶快载妈妈追车去,还好在星海桥下拦倒,结果警察问为什么要偷抱小孩,他们会因为没钱要跟父母勒索钱,妈妈去警局哭到整张脸都发白,手抖到连水杯都拿不起来, 她说她只是在买鸡蛋糕,一转眼小孩就不见了,各位家长真的带小孩去公园,视线不要离开小孩啊。 太恐怖了。 等于,引发网友疯传,警方网络巡查发现,主动介入调查,结果根据文中描述时间,地点,根本查乌鲁同事件, 陈女刀案后坦诚捏造,散布布什谣言,法官认为此言论会引发民众心声畏惧及恐慌,因此财罚3000元。